各位早晨,今天是11月15日,星期五 美股方面,300指數是個別發展的 但波幅其實不足1% 始終仍然在高位置站著 美股始終是繼續強勢 所以做大美股的朋友 我見到我們有些觀眾 有些做大美股,但未止蝕疫 我真的要小心一點 因為人家創新高你都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等到什麼時候 至於港股方面 現在其實在之前說過的 關鍵位置2萬6500點 這個支持位置正在爭執 昨天穿了2萬6500點 今天就上回 但現在在邊緣那裡 究竟能否守得住呢 將會是今天一個要觀望的重點